孙安佐在美国因向同学开了一场扫射校园玩笑被警方逮捕 一开始孙安佐与迪英等人都声称只有子弹没有用枪 没想到之后警方发现孙安佐的货母妈替他藏密枪之急 1600发子弹 迪英与孙鹏只好花大钱请了两名五星级律师赴美舅子 之前资深律师邱章曾出面讲迪英吻赢了 但美景不认反说劝他认罪协商才不会被关太久 图片来源苹果新闻根据苹果新闻报道 孙安佐的案情一直都在变动 虽然迪英请了两名强大律师 但是现在碰到了最大难关是对手检查 关背景相当强大不可小看 该名检察官拥有30年的经验 一上任时就宣布会着手打击枪支犯罪 因此对于孙安佐事件更不可能放过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根据宾州法院最新公告 孙安佐的罪除了有恐吓威胁外 罪名还多增加一条 实有犯罪工具 原本孙安佐的案件是要在4月11日开庭审判 但突然喊卡延到25日 原本迪英的律师 要开记者会说明但最后已无法预见的情况 取消 知名律师邱章则出面表示 这一条通常都会加的 因检方要确保能将他定罪 但因前一条恐吓攻击已够大 据计加这条指示要能够定罪将孙安佐遣返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目前法院公告上也显示 25日孙安佐事件预审停公告 将在上午8点30分举行 孙安佐最后的定罪会是如何都还无法确定 目前都是由律师透过经验做推算 真正情况可能得等到25日 预审确定后才能确定 而迪鹰也传讯给朋友透露一切安好 有律师再别担心 大概会在美国陪儿子一段时间掌握最新状况 也让不少网友说 孙安佐也为一句话付出代价 这真的是人生最大教训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哀 要全身而退赶 觉得很困难 相信孙安佐也学到了 全身或许真的 现在更孙安 Mote 谢谢 你